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 承认上帝的主权 那我们先听今天的经句 阿们 我们讲到的经文就在 《月博记》第一章第一节 第二章一到十节 请听今天的经文 乌斯蒂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又有一天 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在当中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耶和华问撒旦说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恶事 你虽激动我攻击他 无故地毁灭他 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 撒旦回答 耶和华说 人以皮带皮 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 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 他必当面气掉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 他在你手中 只要保留他的性命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击打约伯 使他从脚掌到头顶 掌毒疮 约伯就坐在炉灰中 拿瓦片刮身体 他的妻子对他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 你气掉神 死了吧 约伯却对他说 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 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 不也受祸吗 在这一切的续上 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弟兄姊妹你们好 我是许牧师 很高兴再次在云端当中 跟大家来思想上帝的话语 我愿意在今天 宣圣会联合崇拜当中 跟大家来思考一个主题 就是上帝的主权 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会成为过去 包括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幸福 当你失去了幸福的时候 你会为自己曾经所拥有过的幸福 而感到满足和快乐吗 很多人常常有一句话挂在嘴边 他说不奢望天长地久 只要是曾经拥有 今天内心感到足够 应走的时候就要走 应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 我认为在现实上面 要做到这样很难 如果你过去曾经拥有健康 当你失去健康的时候 你还会为过去曾经拥有过的健康 而感到满足和快乐吗 你曾经拥有财富 当你失去财富的时候 你还会为自己所曾经拥有过的财富 而感到满足和快乐吗 不会的 我们通常都会怨天尤人 甚至埋怨上帝 不过我觉得这是人性 人之常情 埋怨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不过埋怨过后 人要回转归向真理 这才是好的 正如一个人有病 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但是病要去找药 要去找医生 这才是好的 神就是我们灵性的医生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是岳伯记 岳伯记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过 岳伯曾经信服过 后来他失去了他所有的 当他失去他所有的时候 他信仰开始迷失 他的心灵对上帝开始有动摇了 最后动摇迷失 不是他的结局 最终神使他从苦难当中出来 经过苦难以后 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固 他人生比从前有更多的幸福 圣经说神把多倍的加给他 岳伯的人生好像过山车一样 从高摔到最低 但是他从最低又坦回去最高 有人因为从高处掉下来 灰心失望 自暴自弃 结果跌到最低的时候 又跌到更低 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前途 没有盼望 自暴自弃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正确的信仰 但是呢 我们看到岳伯不是这样的人生 他为什么能够谈回来 而且谈回 谈到更高更高的人生的高峰 圣经里面说岳伯他曾经拥有幸福的人生 因为他对上帝的信靠 得到上帝的祝福 他拥有过财富 他拥有过健康 他拥有过美好的家庭 但是他却一夜之间 一切的都失去了 你知道他曾经拥有过的幸福 是有多么幸福吗 圣经说他有妻子 他有十个孩子 七个是儿子 三个是女儿 三是神的完全 七也是神的完全 所以两个完全加起来 就是十全十美 他曾经拥有非常十全十美的家庭 非常的幸福 然后圣经说 他拥有了财产 有羊七千 骆驼三千 牛五百对 是五百对 不是五百字 母女呢 有五百 还有了许多的仆贝 数不清 那么多的财产 社会上人人都尊敬他 他是个有名誉 有地位的人 在人看来 这样的人 他是幸福的 圣经说 岳伯是个义人 他敬畏上帝 他常常为他的孩子 守望祷告 甚至怕他们得罪神 常常为他们来认罪祷告 免得他们 因为宴乐世界的享受 而忘掉了上帝 当岳伯享受人间的幸福的时候 在灵界里面发生了一些的事情 就是有一天撒旦来到神的面前 神问他 你曾经见察过我的仆人 岳伯没有 他说 有啊 我看过了 那你觉得他怎样了 当然了 你给他那么多财产 你给他那么幸福的家庭 他当然敬畏你了 你试试看 你把他一切都 所有都撤去 拿去 他当面就离弃你 神说 那你可以试试看我的仆人吧 我会很得意的就走了 后来撒旦攻击岳伯 使他的财产 一夜之间 全部都被抢到所掳掠 抢走了 然后呢 他的孩子们正在宴会的时候 突然暴风吹来 把房子都吹垮了 里面的全都压死 岳伯的孩子全都死 而且岳伯他祸不担心 当他的仆人要回来 要跟他暴训的时候 很多都在旷野的时候 雷轰闪电 有的被打死了 有的被烧死了 只有一个逃回来 跟主人岳伯说 主人啊 我们照样了 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没有了 你的孩子也都死掉了 当岳伯他听到这样的坏消息 孩子死了 财产没有了 仆人也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个回来 当时岳伯他的反应是怎样 他曾经是一个拥有无数财富的人 拥有幸福家庭的人 如今一夜之间就失去了 他会为过去曾经所拥有的感到满足吗 他会为自己应该要放手的时候就放手 应该要走的时候就要走 他准备好了吗 我告诉你 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心中是很痛苦的 但是岳伯有信仰 他相信耶和华 你知道当他遭遇那么大的灾难时候 他的反应是怎样 当时他对他的仆人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颂的 岳伯并没有因为环境 为他所造成的伤害 他去丢弃上帝 当时撒旦又回到耶和华的面前 耶和华神就问他 撒旦你试验我的仆人没有 撒旦说试验过了 神说那怎样呢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人以皮带皮啊 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存性命 你试试看 你伸手去伤他的骨头 伤他的肉 他会当面的离弃你 神就说好吧 你就去试试看我的仆人 只是你不能够取他的性命 魔鬼就从上帝面前撤去 结果魔鬼又来攻击月博 这次的攻击了 不是他的财产 也不是他的身外物 是他的健康 使他从头顶到脚底 全都长满了毒疮 月博的身体 没有一处是完全的 弟兄姊妹 你试过全身都长满毒疮吗 受这样毒疮折磨的人啊 是坐立不安的 我小的时候 就常常呢 有毒疮困扰 而且有一次是从头顶 长到脚底 全身没有一处是完全的 那种的难过啊 你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你躺也不是 你趴着也不是 你侧着握也不是 你怎么也不是 那种难过的日子 实在很煎熬 全身涂满了 那个硫磺制造的药膏 很吃痛皮肤 当时全身是非常难受 好了 好不容易 稍微好了 过了没多久 这毒疮又回来 因为毒疮不是皮肤病 它是从人的内脏的内毒里面发出来的 当它发出来的时候 这些疮使得一个人非常的疼痛 坐立不安 圣经说月博甚至要用瓦片来挂他的身体 他坐在颅灰当中 忏悔 当我患这种病的时候 医生呢 有时候给我们开一些爽身粉 就是baby用的那个爽身粉 因为在那里 窗啊 就是会出水嘛 把粉呢 涂上去了 会让身体舒服一些 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月博 他是用颅灰来擦自己的身体 是多么的难过 如辉 是多么的肮脏 甚至是 长疮的地方 会变成龙抛疮 所以弟兄姊妹 月博 当他遭遇那么大的健康上的折磨 他最心爱的人 怎么回应他的遭遇呢 他的太太来到他面前 对他说 你还坚守你在神面前的存证呢 你把神丢弃了吧 但是月博怎么回答他呢 他说 你这说话如同鱼患的妇人 我从耶和华那里得福 也不蒙祸吗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 月博仍然没有一口犯罪 月博遭遇那么大的难处 一夜之间成为穷荒单 失去了财富 失去了家人 失去了儿女 甚至失去了健康 连他老婆也丢弃他 他远方有三个朋友来找他 本来是要来安慰他 医治他的心灵 结果他们的安慰就变成控告 他说月博 你遭遇那么悲惨的事情 一定是因为你犯罪 究竟里面有什么隐儿未见的罪 你赶快在人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承认 啊 月博听了这些话 他心里更难过 一个人遭遇悲痛的时候 是需要安慰的话 而不是控告的话 所以因为这些朋友的控告 指责使他更加被刺激 更加的伤痛 再加上他身体的毒疮 没有在短时间里面得到复原 在这种漫长的折磨下去 月博他的信念终于被摇动了 他的信念几乎要崩溃了 他曾经埋怨人 埋怨神 他咒诅自己的生辰 他甚至说 但愿生我的 为我报喜讯的那一个人受咒诅 其实他不是要咒诅那个 为他出生报喜讯的人 其实他是咒诅自己的生辰 因为他觉得不生在世界上导好 月博说 人为妇人所生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飞去如影不能存留 他突然对生命 对人生看得很灰暗 埋怨自己埋怨生他的人 他也埋怨造他的主 虽然月博曾经是有摇动 但是当他埋怨的时候 当他灵性最黑暗的时候 在他心底里面 还有一个一点点的信念 还没有完全被粉碎的 那种信念是什么了 月博说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在地上 我这皮肉灭绝以后 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 我自己要见他 亲眼看他 并不像外人 丢子妹 很多的解经家 他们相信 月博 他这句话 是对耶稣基督的盼望 也是对基督耶稣的预言 他相信我们的救赎主 包括他在里面 他所盼望的是 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在地上 我要在肉体以外 得看见上帝 而且我要看见他 并不像外人 这就是月博 对耶稣基督的再来 耶稣基督叫他 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盼望 那个信仰 所以丢子妹 月博经历很大的痛苦 但是在他人生 灵性最黑暗的时候 这一个信念 仍然在他心灵的当中 是神启示给他的 也是因为神知道他 并没有完全对上帝 失去了信心 所以这一点的光 还留在他的生命当中 成为他心灵黑暗的时候 一个盼望 一个指引 就是相信他的救赎主活着的 我们的救赎主是活着的 他是死里复活的神 唯有相信死里复活 唯有一个坚持 对死里复活的信仰 这样的人生才会从苦难当中坚持 而且守得云开 兼月明 他一定会熬过那严峻的黑夜 兄姊妹 你有信仰吗 当你遭遇苦难的时候 你的信仰是什么 岳伯他遭遇这样苦难的时候 他的朋友这样攻击他 还有一个朋友 在岳伯记里面讲到 以利户 他是个年轻人 他听到岳伯对神的埋怨 他就指示岳伯 他说上帝诚治人是以苦难 但是是为了拯救他的性命 至于岳伯为什么要受苦 他劝岳伯 你的案子在神的面前 你要好好的等候他 刚刚前面都讲到 许多人对岳伯的遭遇 有不同的回应 最后上帝回应岳伯的遭遇 神在旋风当中向岳伯显现 他回应岳伯那些自埋自愿 甚至埋怨神的那些悲观的说话 神对岳伯说 上帝是万物自主 他是一切有学器的 有生命的 上帝都在他们身上 有主权 有权柄 上帝对岳伯说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 海的界限在哪里呢 你能够吩咐光普照在大地吗 你能够将云彩 叫他降雨在地上吗 河马 我照你 我也照他 他赤草如牛 但是他的力气比谁都要大 这些你能决定吗 你能解释吗 这些都是人所不能理解的 河马吃草 我们吃草也 我们吃菜也吃肉 但是他的力量都比我们大 你能解释吗 这是神的主权所决定的 不是人能够决定的 不是科学能够解释的 这些大自然的能力和动态 人一点都不能掌控 那这样的话 人怎么能够挑战上帝 因为这些的能力 和这些的智慧 全都是上帝所主宰的 因为他是万有之主 他在一切的生物上面 在一切的事情上面 他拥有绝对的主权 上帝不单是在我们所想的福上面 拥有主权 上帝也在我们所蒙的祸上 他也有主权 上帝可以赐福 上帝也可以降祸 上帝不会说 他可以掌控他的福气 却不能够掌控祸患 祸患来了 是上帝没有办法掌控 就由他吗 不是的 两者都是上帝可以掌控 比如说这场瘟疫 人能掌控吗 人不能掌控 神能够掌控 因为神是祸于福的主宰 你看看中国人这个福字 还有中国人那个祸字 它的旁边是什么部首呢 都是四字这个部首 四字在字典里面你去查一下 这就是代表神的意思 意思是说福从天降 天就是上帝 福也从上帝那里降 上帝拥有这两样的绝对主权 上帝是一切的主宰 弟兄姊妹 我们承认上帝有这两种的权柄 我要认识上帝有这两种的权柄 因为这个会影响我们对很多事情 很多遭遇的看法 我们知道最近这两年 全世界都发生很大的瘟疫 这些瘟疫 从前那个社会 当发生瘟疫的时候 人都懂得 都认识 神是拥有福与祸的绝对主权 就是因为他们对神有这种的认识 所以当他们遭遇祸患的时候 他们知道应该要怎么做 以下来就有一个故事 就是1873年6月12号 一群明里苏打州的农民 他们看着一场风暴 向他们田地吹过来 借着这种风暴 他听到很多滋滋滋 很多翅膀在震动的声音 原来不是风 台风的风 乃是一场昆虫带来的风暴 是亡灾 不到一会 这个绿油油的那个麦田 一下子当那些蝗虫经过的时候 全都被他们啃光了 变成光扑一片 哎呀 这些的农民一整年的辛苦 全部化为乌鸣 这些蝗虫为洛基山带来许多的灾害 明里苏打人 他知道这种亡灾并不是什么 是经常会发生 但是呢 从1873年到1877年 黄灾一直连续的肆虐了五年 使当地的农民苦不堪言 黄灾之后 这些农田 你知道他们土地了 就留下了很多很多的蝗虫的卵 这些卵呢 它会落到土地的下面 比较深处的地方 这些农民啊 为了防止下一场的那个 黄灾发生 他们呢 用尽各样的方法 把那些土啊 烧啊 过滤啊 用尽很多的方法 但是一年有一年 这些蝗虫 还是有办法回来 杀也杀不死 总是把他们的农田 卖田 全都吃得光光的 啊 这些实在叫人苦不堪言 人想尽一切的办法 还是不能为自己解决问题 后来有一批有属灵见识的人 他们知道这些的事情 不是用人的方法可以解决 我们觉得福从天降 难道祸患 我们是不是想想看 会不会也是从神那里来 我们得到福的时候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蒙获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想过 我们在哪一方面 要回转归向上帝 后来明尼收打的州长 叫John Pilsper 他接受了社区领袖的建议 就是说 让我们谦卑跪下来 向上帝来求帮助 有人说的好 人的一生 总有需要一件小小的神迹 的时刻 明尼收打 所剩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祷告 就是众圣徒 要谦卑下来 呼求上帝的怜悟 免得下一次冬季来临的时候 他们会冻死 他们会饿死 结果 因为他们迫切的谦卑 迫切的祷告 迫切的认罪 结果冬天 来了一场的神迹 就是冰炮 笼罩着 整个民意 苏打数天之久 大地都结成冰块 这样的一场风暴 结果把土地上的那些的虫全部冻死 而且这场风暴把蝗虫的风暴完全的驱赶了 在后来的日子 明尼苏打再没有蝗虫来进犯 明尼苏打的人回想过去的历史 他们深信那一次的祷告 那一次的谦卑 那一次的忏悔 是上帝随听的 而且向他们发出怜悯来 这是神奇妙的作为 弟兄姊妹 在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什么了 其实在圣经里面历代之下 七章十三到十五节 在那里说 我就是指上帝 我若使天地塞不下雨 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 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 寻求我的灭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水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睁眼看 车而听 在此处所现的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 看到没有 美国是一个 以上帝立国的国家 凡称为上帝名下的子民 若是遇到天不下雨 蝗虫吃他们的出产 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 这些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自卑若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水听 他们的祷告 赦免他们的罪过 医治他们的地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遭遇 瘟疫病毒入侵的时候 你说遭遇病毒入侵 这是给外邦人的 今天连教会都受到 最严峻的打击 很多的教会 因为这场瘟疫而关门 弟兄姊妹 当你受到瘟疫的迫害的时候 你还在家里很懒懒散散的 随便打开手机来崇拜吗 不是 我们应该要自卑 我们应该要认罪悔改 我们想想看 我们应该要在哪一方面 我要回转归向上帝 这样的话 那幸福的日子才会回来 在岳伯记的故事里面 最后讲到岳伯因为听到神的训回 他懊悔自己 曾经对神埋怨的那些欲望的言语 曾经对人发出欲望的那些攻击 他非常的懊悔 在神面前谦卑悔改 弟兄姊妹 他怎么样悔改呢 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愚昧 他不敢再向神来顶嘴 而且他谦卑 他愿意原谅那些指控他的人 得罪他的人 顶撞他的人 的确 岳伯他得这种悲惨的遭遇 不是因为他犯罪 而是神允许撒旦来试验他 来试验他 神目的 使他变得更加的精 更加的纯 更加的善良 后来因为岳伯他的回转 上帝就师父给他 他人生从一个高峰摔下来 掉了很低 当他掉了很低的时候 神向他显现 神劝诫他 他醒悟了 他悔改了 当他悔改转向神的时候 神使他从地固里面又反弹回来 回到人生的高峰 比从前更高的高峰 圣经说在后来的日子 神师父给他 他失去的孩子 神加倍的给他 从前他的妻子抛弃了他 后来他应该再娶了 生的孩子比从前更英俊 更美丽 圣经说他的财产 神三倍四倍的偿还给他 你看到没有 当人看到自己哪里需要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 当他决定回转归向上帝 上帝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使他从苦景当中 转变过来 兄姊妹 人得罪了你 你还停留在憎恨的当中吗 你还停留在埋怨的当中吗 我们原谅他 正如神原谅我们一样 当我们这样原谅别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回转归向神 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 神就会把我们从苦景当中转回 我们会再一次反弹 从低谷反弹回到人生的高峰 我在澳门传道的时候 有一位太太 她跟我抱怨说 她先生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她心里很痛苦 她一直想说 为什么 为什么 她曾经幸福过 现在她看着这些珠宝 她每一天伤心难过 这些珠宝是曾经她的先生爱她 送给她的 他们是有一点钱的家庭 但是已经失去了当初那一种的爱情 她曾经想过要自寻短见 后来我就问她 我说你是基督徒吗 她说我曾经是 好久没有去教会了 我说你自己先要回转 回到上帝的面前 不要一天到晚抱怨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常常问为什么 为什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神要我们先回到他的面前 神是掌管福与祸的上帝 你回转归向上帝 还有你原谅你的先生 我很相信上帝会使你从苦井当中回转 后来他真的遵行上帝的话 多年后他的女儿 他的女婿成为基督徒 他的先生也决志信主 他们重新的住在一起 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全家都成为基督徒 全家都成为上帝的儿女 感谢主 耶稣这样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兄姊妹 我们只要回转归向神 遵行上帝的话 其他的事情完全交给他 我们相信上帝有福与祸的主权 他会掌管一切 兄姊妹 求上帝帮助我们 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 我们要深思 神有福和祸的主权 他若不允许 魔鬼绝对不能攻击我们 魔鬼之所以能够攻击我们 是因为上帝的允许 上帝允许临到我们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是不是 一旦这些祸患临到我们 我们就发现我们灵性里面的软弱 我们就发现我们生命当中 有破口会很容易被魔鬼入侵 如果是的话 立刻起来 求主耶稣基督的宝学揭盖 求主耶稣基督的宝学 保护我们 不受魔鬼的入侵 感谢上帝 若是你已经落在苦难的当中 那是上帝允许临到你的 若不是因为犯罪的原因 那我们就要如同以利弘 一样 要等候上帝 相信神在他的时候 神会告诉我们 他的旨意是什么 愿上帝祝福他的话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队 带领我们唱一首回应诗 回应今天我们所听的信息 如果我们真的要继续